中国跟菲律宾现在在南海市情况紧张 没有想到在两国情势紧张之际 还发生了两名中国的企业高层 到了菲律宾被撕票 这对两国当中呢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情形 只是其中中国的媒体说呢 有一名涉案者是来自台湾 就说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女孩子叫 那边是李娜 这个字其实叫李娜 那个娜就你包娜娜那个娜 那个叫包娜娜 好了发生什么事情呢 五月份在香港上市柜的 有一位叫做夏科福的一个总监 他是医疗上市柜的一个老板 总监才三十九岁而已 那么他跟一个美籍华人的这个孙靖 十五岁 他是移民美国的 这两位刚好有一次到那个五月份 在巴黎参加一个欧洲的医疗会议 遇到了这位李娜 李娜就跟他讲说 我们在菲律宾 有做这个医疗的一些设备 你们可以过来考察 而且菲律宾像目前的一个生活水平也蛮高的 整套的他那个做起来的那个样子都很像 相片啊什么资料啦检测的东西 因为他们都搞医疗了 这个可以过去 所以在六月二十号两位就这个 这个姓夏这个是苏州人 那他就分别搭飞机到了马尼那这边 六月二十号到 没有想到晚上的时候两个就被挡架了 这被挡架 这个姓夏里讲说家属打电话给两边的家属都讲说 他们要一千五百万人民币 而且我就先好 那讨教还教的时候说你们先换 先汇三百万的虚拟货币了 结果没想到六月二十四号两个人 被撕票了 这个听说尸体还被淋虐了 我们台湾市七级本来就做很多博弈 那么到菲律宾里面 那也类似去南宁诈骗很羞翔 那他们在菲律宾做 人家知道你赚的钱也是怪怪的 结果在马尼那其实都不安全 就晚上竟然被人家包抄了 被包前头夹工 前头夹工就被绑票了 绑票人家要求多少 要要求一千万批手 一千万批手大概五百五十万台币 没想到赶紧 一千万批手喊到五百万批手 那就晚上你要赶快把钱拿给这个歹徒了 结果他有记得那个歹徒特征 脸上一颗痣什么一大堆的 就跟警察八万 过几天来做比例的时候 发现那个两个来自首了 一个是警官 一个是警察 所以绑架他们是警察 那么他们一查下去发现 也是一个group 那更好笑的是说 你们怎么喊价五百万批手 你都接受了 我们都喊到两百万就可以 就可以放人了 所以说现在目前就菲律宾来讲 要特别注意 不管是苏比克湾 或者是包括尤其是马尼拉 这部分来讲 台湾人在那边 其实要做博弈来讲 已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你就要博弈 你就要线上博弈的话 不需要跑到菲律宾去 所以台湾人要过去也好 不要跟人开 主要去也不要向北京 好来看中国的经济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特别是上海 上海不是号称魔都 中国最有钱的一个都市 也要跟不做来 基尔吉尼 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们还要再问的是 到底中国的寺庙怎么经营的 怎么这么有钱呢 献哥 对 7月2号的时候 大陆的一个网易 突然有人贴出说 你很难想象 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 哪一家 上海不可能 中国的经济龙头 竟然跟上海的几个寺庙 借了一百亿人民币 怎么可能 这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而且里面静安市 这一家就负责四十八亿 厉害 四十八亿 它是人民币 怎么那么有钱 结果7月2号 上海的财政部就出来 没了 我们今年的税收 还稳定成长 哪有可能 7月2号网易 自己出来 没有啦 没可能的事 但是三月四月的时候 天津政府 就真的跟天津的大碑市 借了四亿 借了四亿以后 到七月钱没有还 还要再借 那大碑市说不可能 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 政府是跟寺庙化缘的 我是寺庙 只有寺庙跟别人化缘 对啊 没有政府来化缘的 大家才觉得说 大陆的一个寺庙 怎么那么有钱 结果网路上一查 前面十家 我跟你说 每间就比一间油水丰厚 我们来讲第三名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三名你都想不到 少林寺 少林寺不是以前都第一名吗 对不对 结果他现在排到第三了 他一年一千万人来这边 因为第一个来这看武功 还有一千万 他的门票加起来 就差不多三点二亿 那你如果要买一个武功秘籍 九九九九九九 那如果说烧高香的话 很多台商第一次到大陆去 都以为进到庙里面 这应该应该 这个董事长 董事长来来烧高香 烧高香要钱了 在台湾是不用钱的 那最高烧高香可以到十万 最便宜也要五百块 另外少林寺真的经营有到 他的一些文物什么这样一直卖 一直卖一直卖 买到真的叹死去 来 我们另外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三亚的南山寺 那当初投资多少 投资七亿八亿 八亿人民币 这个是海上的观音神像 一百米以上 全世界最高 那大家总是到三亚去 就是一定要去嘛 那去大陆所有的景区 所有的寺庙 第一个先要买门票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少林寺五十五 先买哪里 你去哪里 这不是一百二九 只有这个门票 就是六点一亿人民币 一开八亿 今年就已经用要回来了 这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什么 五喜的零三大火 你看到零三 基本上就爽了 一定很零嘛 这现在第一名 八十八米的那个 阿弥陀佛 那耗资十八亿 它也没票最多 因为光是三百八十万 这是疫情时间 光是这个就七亿了 如果像一千万的话 这还得了 当然现在来讲 它的市场有三万多座 那其中百分之二十 都已经商业化了 那商业化以外 你看光是 我们刚刚讲上海的静安寺 对不对 静安寺 看他买在阿弥陀佛的 一千九千块 破断了 你今天有缘 所以他们说 我们出家人不讲钱 我们讲缘 那缘就是人民币 几缘几缘 就是九千缘 所以你不要被他骗了 什么出家人不讲钱 讲缘 就是讲缘 所以银币一万六千八 甚至流金的坐项 一万九千八百元 今天我跟你有缘 有缘 送你便宜一点点 另外他们的一些 比如说祖先的牌位 一年的话 如果是长生牌位 两千块 那一般来讲 是差不多一年一千块左右 如果七十五 你要再来拜拜 我跟你说 就够一千 另外内坛的联位 再加四千就要选位 难怪四庙这么有钱 所以说你看 现在所有的一到十零 真的是富到流有 除了传说 还要跟不做借金一万 这个有些人的薪水 要降薪 不是降薪而已 还要回溯 过去发的薪水 也要跟着吐出来 怎么回事 所以现在中国开始 出这种新形态 他的贷款 叫做退薪贷 敏欢 中国现在非常的诡异 第一个他们说 他们现在是倒查三十年 所以查三十年前的账 发五十年后的一个债 然后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的人 他们就是薪水都被扣掉了 那上个礼拜 在中国有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中国有一家叫中金公司 这家中金公司 专门在做美元跟基金 简单的说 这个是国家级的一个公司 这位非常漂亮的女生 三十岁 一个月薪水十万块人民币 所以我个人在猜 他应该是准基金经理人 或者是学历非常高的 因为十万块人民币 在中国是非常大的钱 没想到一口气被降薪 降多少呢 降百分之六十五 剩三万五 结果这个女生后来想不开 然后就离开人间了 对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